在新版官主民族 六千管理办法出楼以后 引起官主民社会国家的讨论 因为情的行政已经影响到 传统派拉文化的进行 近期科大造成需要六千的行政 来自保经济数与官民会 为处特别来到 生意乡办理第三党分枯座丹会 希望收集官主民族观的意见 复合各族观 在传统派拉文化的诉求 现在警政署要忽略 现行族人原本就在使用的枪支 如何合法的问题是 非常非常的不负责任 然后所谓的自治的部分 只让我们自治所谓的枪托跟护墨 那为什么不要整支进来 就干脆就是原住民的自射猎枪啊 我们俗人打猎 来打被鼠用散弹 Bird shot 打三枪用鹿弹 打三猪要毒弹 所以说我希望这法规上面有关于 那个散弹的部分要明确 一定要明确 那猎枪是我们家族文化 一切是代表我爸爸阿公已经走了 传给我们的这个猎枪 那为什么还要起初把这个 猎枪的这个资格弄掉呢 那我们也希望在他在从枪支的认定 以及在许德丁枪支的一个合法的继续的辅导 以及在对于猎人的养成 应该是要做一个统筹的一个 由部落原住民的各组的狩猎的文化 来去定这个法 我想这样的话 不会以从中央的角度来去看部落 案的编列我觉得都是很像是在办公室做一些设想 你有实地走到部落去做一些深度的了解嘛 那我也希望我们这边仁爱乡也能够办一场我们的猎枪的说明会 请大家放心在立法院我们几个原住民的立法委员 没有把你们的疑虑都疑虑清楚 这些不准他们的公告 那位官主兵这个地位也告知说明 并听出大家的建议和说明会 希望聚集官主兵族群在收获方面 可以在到最大的团队 如果有族人有需求提出来的话 警政署都应该要去办这个巡回座谈 因为在开巡回座谈 不仅仅只是解决事情 而是要让我们的族人清楚知道 以后中央的法规是有关系到自己的权利的 我们必须要自己主动的去了解 但是大家对枪支的价格 枪支的组装等等都有很多的意见 我们今天是因为草案的一个征询座谈会 未来还会办五场总共是八场 所以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沟通的机会 听听看猎人协会的意见 然后给盐民会警政署未来修正的一个参考 基本做谈会 只要希望关注民族人 都能了解法国的修改所担来的影响 也许他会当特性共资 并否则国族人对着传统派来输求 记者 检权差不多